就在美国洛杉矶的迪雅兹 2021年常租了一辆奇雅休旅车 没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 迪雅兹告诉华尔街日报 某天他把车停在住家附近 隔天回来却怎么都找不到车 他打给朋友拖车公司到处问了一轮 都没有人知道车子的下落 最后警方在三个城市以外的地方 找到了这辆奇雅 但轮胎都已经被A走 整辆车被弄得面目全非 最后花了四个月终于修好了 没想到把车迁回来才一个礼拜 竟然又奇雅 第二次迪雅兹循着车上的AirTag 顺利又找回了汽车 但你以为事情就结束了吗 想的美 他的车在光天化日之下第三度被偷 这一次迪雅兹彻底放弃 还跟警察说别找了让他去吧 迪雅兹的故事很扯吧 但这不是个案 美国全国各地针对奇雅跟现代汽车的 怯案正在疯狂增加当中 而且事情怎么又跟TikTok扯上边了呢 大家好我是饭奇飞 欢迎收看饭奇飞的 Today看世界 所以奇雅是怎么了吗 问题其实出在被偷的车辆 没有防盗装置 先别急着骂 这要从上世纪末说起 来自南韩的奇雅跟现代 大概从80到90年代开始登陆美国 几十年来都不是窃贼锁定的目标 并不是说他们的车不好 而是不容易脱手 华尔街日报记者解释说 因为这两家公司的车太平价了 广告就主打 我们的车比二手的还便宜 偷了以后根本卖不到好价钱 连窃贼都懒得偷 不过奇雅跟现代这么便宜也是有代价的 由于两家车商的策略是把钱集中放在内装上 其他不是重点的 当然就被牺牲掉了 例如防盗器 所谓的防盗器就是两组晶片 一个在遥控的钥匙上 另一个在防盗系统上 你用钥匙发动的时候 晶片就会向车辆发出一组代码 要彼此匹配才能够启动引擎 过去20年来大多数的汽车都把晶片防盗器作为标配 包括加拿大英国澳洲等许多国家 一二十年前就已经立法强制安装 研究显示在2000年代防盗器逐渐普及 欧洲各国的汽车切案就显著的减少 当然除非你遇到的是今天冬第60秒里的尼克拉斯凯吉 防盗器看起来很重要吧 但是奇雅跟现代汽车在2011到2021年间 生产的入门车款大多没有配备这个功能 就是减配了要防盗功能就得要自己加架构 BOX指出美国虽然有安全法规规定汽车必须有防盗措施 但没有强制要求汽车必须要装晶片防盗器 尽管如此大多数的车商还是都装了 根据数据扣掉奇雅跟现代的话 2015年美国96%的新车都有安装晶片防盗器 至于奇雅跟现代只有26%的车款有这个配备 其实奇雅跟现代并不是为二销售无防盗基本款的车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也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直到去年 大概是去年夏天吧 TikTok跟Instagram等平台就开始出现一群自称KIA BOYS 奇雅男孩的青少年 他们专挑奇雅跟现代汽车偷 还把过程PO上网 刚刚不是说变卖没利润 那偷来干什么呢 为了爽 这些最小才12岁左右的青少年 开着偷来的车在路上横冲直撞 有的故意坐在窗框上半个身体探出车外 在路上飙车蛇行 而且他们不只自己偷 还教别人偷 甚至发起奇雅挑战 鼓励大家偷 接下来这一段我还真考虑了一下要不要跟大家讲 但还是讲好了网路上这么容易查到的事 骂我没道理吧不可以学哦 好对于没有晶片防盗器的汽车 只需打开转向柱 转动里面一个装置就可以启动 也就这么刚好 USB插头非常适合当工具 也就是说有心人士只需要一把刀 跟一条手机充电线 就能在几秒钟内把车牵走 有YouTuber照着做 还真的成功发动汽车了 这边再提醒大家一次啊 千万不要模仿 美国中西不能秘尔瓦基就被视为奇雅男孩的发源地 因为从2020年底 当地的奇雅跟现在汽车的欠案就出现显著的增加 根据USA Facts 2019年当地被偷的车辆中 大概只有6%是奇雅或现代 但到2021年的4月 这个比例飙升到7成 去年6月起相关影片在网路上走红 奇雅切道潮也蔓延到全国各地 包括波特兰西雅图克里夫兰等城市 案件都明显飙升 尤其是芝加哥去年上半年 大约500辆奇雅或现代被偷 下半年直接翻了10倍 自有撰稿人多雷尔指出 奇雅男孩已经不只是汽车盗窃集团 而是一种文化现象 有自己的流行语 还制作自己的音乐 拍成驾车兜风的影片 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广为流传 多雷尔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疫情造成的 因为父母外出工作 孩子得在家远距上课 没有上课的时候就会外出找乐子 让自己变身现实版的 侠盗猎车手 但现实生活毕竟不是电玩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2月 奇雅男孩已经酿成超过14起的车祸 导致8人死亡 这些青少年把车玩坏了 通常就会弃车逃逸 就算被抓也因为未成年所以不会坐牢 当天就会被放走 不需要赔偿损失或是负任何责任 而且实际的车量真的太多了 像密尔瓦基 2021年就有超过1万辆的汽车被偷 但只有一成的窃贼被逮捕 只有不到5%会被起诉 多半证据不足无法立案 让奇雅男孩更加有恃无恐 反观施主 却要承受煤车的各种不方便跟过渡期的开销 一开始提到的迪亚兹 就至少花了5000美元来搞定他的通勤 更别提找车的精神压力 到处都发生这种事 就得要做点什么吧 美国17州的检查总长 今年的4月就要求奇雅现在要召回汽车 但车商强调汽车安全功能没有缺陷 完全符合美国联邦安全标准 召回既不适合也没必要 但两家车商还是有推出一系列的补救措施 主要就包括第一物理防盗 车商从去年11月起向12个州的77个执法机构 就提供了26000个方向盘锁 第二免费软体更新 要把钥匙插入点火开关才能够启动车辆 并且把防盗警报的声音从30秒延长到1分钟 呃...OK 第三个更厉害叫做防盗贴纸 这是什么黑科技吗 其实就是一张贴在车窗上的贴纸 提醒小偷说 这辆车已经升级成防盗配备省点力气吧 众社指出奇雅根现代将为全美约830万辆汽车 提供软体升级服务 不过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 截至5月初大约只有7%的车辆获得升级 而且有的经销商没有收到软体更新的通知 导致一些车主明明是在车商宣布补救措施之后买的 还是被偷了 有客户咽不下这口气 对奇雅根现代提起了集体诉讼 让两家车商同意用超过2亿美元跟车主们和解 至于社群媒体呢 Tidak是否认奇雅挑战赛是平台造成的问题 但强调不允许宣传窃盗内容 一旦发现就会被删除 可是我明明就捞到好几个 YouTube也是说不允许出现盗窃教学内容 而且已经删除了一些奇雅挑战赛影片了 今天我想要问大家的是 你觉得这是A车商要把车改的难偷一点 B社群媒体要管己一点 不可以有宣传窃盗内容 还是C老师加什么加油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ght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ght Today国际栏目里面 就我们所有的报导 范细别的世界看世界 天委竞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瞄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见 介绍你快速支托 潮来 ок России �茶